该改变或者该调整的 就是中国对美国的态度咯 只会更硬 就是要更加的硬起来了吗 像我们就看到呢 美国纽约时报就在说 习近平如何双管齐下应对美国 因为注意到 大陆领导人习近平最近是热情的招呼 法国总统马克宏 又跟沙特的王储萨勒曼通话 跟其他世界领导人的时候呢 美国得到的却只是冷落 那中国呢 他就拒绝跟拜登政府重启高层会谈 那所以现在呢 等于就是把你美国就晾在一边 那习近平就去忙他的 可是呢 这个美国的一个智库的学者却说 习近平认为为接触而接触 根本就是徒劳无益 对话的时间过了 现在反而是北京做好迎接 困难的准备的时候了 所以习近平就认为说 不如不要对话比较好 我觉得现在是在打硬战的时候 那美国把跟中国的关系搞得这么的糟 这是旧游自取 我觉得这个是态度是很明白的 那中国大陆现在对美国不计任何期望 那也就是说以最坏的方式来打算 最坏的方式来打算要脱钩就准备要脱钩 要全面的脱钩就准备全面的脱钩 然后要打硬战的就要打硬战 所以您看在南海美国军演 中国的军演就更大 在这个朝鲜半岛美国军演 中国就给你来一个这个黄海南部的实弹演练 美国的航母尼米兹号靠近这个琉球群岛台湾 山东号就给你接近 美国的航母尼米兹号跑到南海 中国的山东号就进关岛 事实上中国大陆现在的态度就是 该军事打就打 该经济打就打 该科技打就打 一点都不客气也不让步 那目前来讲情况就是冷热有别 由于美国出尔反尔 已经中国大陆已经够了 严格上来讲就是够了 那也就是说我很忙 没有时间搭理你 中国大陆的两个方式很简单 把你美国人当隐形人 当空气你就晾在那个地方 随你怎么叫 随你怎么吼 随你怎么演 就把你晾在那里 然后对于其他的国家 从过去冷淡敌意 想要缓和改变关系的 像法国澳大利亚欢迎 然后对于新的朋友 原本就是一个朋友 但是变成更紧密朋友的海湾国家 那热烈欢迎 然后对于这些还是不友善 但是可以沟通的国家 像德国 那就跟你沟通 但是对于从原来好 要变成不好的 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所以秦刚到菲律宾去 其实是最后一个机会 如果菲律宾还是讲不通 那很有可能之前的所有的合作 那就暂停在那个地方 菲律宾那就回到 阿基诺的那个原点 重新再来 我觉得大陆现在用的是 灵活的外交的手段 外交的策略去面对 世界各国不同的人 但是对美国唯一用的方法 最绝对最极端也最强烈 就是把你当空气人隐形人 但是呢该打就打 一点都不客气 是那就接着要请教一下亮哥了 因为呢既然中国大陆也不客气了 反正呢要准备这个硬仗 要迎战 那到底美国还会怎么做呢 因为现在就像您刚刚一开始讲的 就是美国拜登政府 现在是准备要再出招 拜登呢可能是根据彭博的报道了 说在5月19号G7峰会宣布禁止美气投资 中国经济的重要领域 然后希望能够在G7峰会呢 获得各国的背书 那这个里面有提到的领域 包括了AI啊 半导体以及量子运算等等 所以包括风投啦 私募投资公司啊 这些的技术转移啊 或者是投资中国大陆啊 拜登是不是就说 请你们就断这个念头吧 那这个亮哥 那到底拜登想搞什么棋啊 不 这个只是对资金的限制啊 那我不知道他要怎么处理英特尔 这个Kissinger才刚去中国啊 英特尔的CEO 英特尔就有投资中国的半导体公司啊 那你先撤资吧 我认为拜登这个禁令 会得罪蛮多美国公司的 而且还有很多类似投资的基金啊 事实上中国大陆并不缺钱啊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这一项 到底对美国有什么战略上的利益啊 因为你如果是技术上的限制 比较可以理解 这个是完全针对资金的部分啊 中国大陆怎么会缺钱呢 而且缺钱呢 事实上是让你掌握 中国的部分的股权 或让你了解他新创某些公司的发展方向 这个对美国有利啊 我就不知道拜登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实在难以理解啦 而且他不仅要自己做 还要拉着其他的盟国一起来 对 因为这个是针对资金的部分 我难以想象这个 至少欧洲那三个国家不会跟进啦 发得意啦 不可能跟进的啦 那日本跟英国加拿大本来就是他的跟班嘛 可是我真的想不出来这个事情 对美国有什么战略上的好处啦 因为这个比起他之前的 比如说对军民 他就直接列黑名单嘛 那个讲的所谓的是不可跟他往来 或者是说用某些技术等级 说某个技术以上 不得提供 这一类我比较可以想象他的制裁效果 这个资金我不认为对中国大户 有什么制裁效果 对啊 而且坦白讲说中东国家 沙特这样的国家很有钱的啊 如果要资金的话 事实上最近我们已经看到 中东很多主权基金在投资中国的股市啊 是啊 已经开始啦 对啊 所以这个完全是资金面的 可是你也不要意外啦 因为美国现在就是 他的政策有一些 有一些已经不一定是符合 我们所讲的战略上的思维了啦 他有点乱了啦 比如说你去看叶伦嘛 叶伦那个演讲 那叶伦你认为你跟商务部没有关系是不是 一副讲了好像说 Romando制裁那六百多家企业 那跟我没有关系啦 我还是认为我可以跟中国友好啦 他说国安很重要嘛 损害到经济的话好像没有关系 是啊 那国安那三大产业 那个不叫经济啦 是这意思吗 半导体 人工智能跟量子电脑 那个叫国安领域啦 那个我管不到啦 那美国那很重要 那我们来合作经济吧 可是那三个制裁我不能取消啦 那这个中国怎么听得下去 因为未来经济的两大科技创新 就是半导体跟人工智能嘛 这谁都知道啊 然后你制裁人家了 然后说也那个不叫经济 全世界有人这样讲话吗 那怎么办呢 那就这些领域就是 除了半导体之外嘛 AI量子运算 那中国就跑在前面啊 那就表现得太好了 所以这拜登就很紧张 就把这个要拿出来讲 就是哎 我要继续卡 不然它真的卡有效的 真的是半导体啦 对 其他我认为人工智能也有限啦 主要还是NVIDIA晶片卡住你嘛 所以主要还是半导体啦 是 我认为美国的杀招 真的就只有半导体了 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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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